Hello 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介紹一下珠海斗門的時代水岸 項目坐落於珠海西線黃陽河畔 採用一線黃陽河尖峰山景觀 縱覽270度桂木山河風光 是珠海的一線光景盤 項目隔入可逆浩亭和時代共同開發 可逆浩亭92年將這塊地拿下 後期交由時代中國開發項目 樓盤距離今晚只是相差10分鐘車程 基本實現資源供應 同時香海大橋預計2022年通車 上橋點距離樓盤3分鐘路程 未來往返新路鄉州將會更加方便 相對港澳街坊來說 更值得關注的就是紅岳大橋 因為它是港珠澳大橋的現場 可以直接到達人工島 加上湖深路10分鐘的路程 大概25分鐘就可以直接回到人工島 樓盤預計2021年收樓 監口紅岳大橋都是同時開通 到時候 人工島會有串線巴士直達斗門戶心路 港澳街坊可以直接享受到往返便捷 再來看看我們的樓盤 現在賣的是意旗 整體佔地面積大約5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17萬 總共有4棟8單元組成 整個小區一共有825戶 裡面配有一個幼稚園 現在在售的面積有145、169和97全方米的戶型 學目周邊學區都是非常之多 從幼稚園到中學可以滿足到12年的業務教育 生活配套方面的話 可以浩亭一期會有臨界商業 可以滿足到一般的生活需求 如果你喜歡大一點的話 會有一個綜合農務街市 和一個比較大型的商業廣場 大順新都會 接下來我們去看看示範單位 這個望光景的單位 全部都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壺形 這個是145平方米的三房兩廳上位 主廳非常廣闊大氣 活動空間都大很多 廚房是採用L型的人性花環環設計 還配有一個功能性旗樓仔 這邊是一個7.8米南北向的景觀雙旗樓來的 這個是次旺連接旗樓 這個是次旺連接旗樓 採光非常之好 接下來就是主套房 南向飄窗採光通風 洗手間給人感覺有點窄 這個是第三個房間 感覺一般般 這個是公共洗手間 你所見到的全部都是贈送的了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觀景戶型 169平方米的四房兩位 廳堂明朗 走進來會給人一種清風對流的感覺 特色旗樓 南向8.4米超大的散布景觀台 去看看我們的房間 房間非常多 給人感覺就是一個度假的村屋 這個是主人套房 180度的無敵景觀視角 獨特的八邊形設計 轉到最大的小的地方 然後有這種小的地方 在這兒 中一個大小的地方 這是最後一個大小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N加1的凌冬户型 这个都是连接其楼的房间 相对100多平方米的户型来说 洗手间感觉有点小 厨房都是采用一个L型的人性化活动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它有部分家司家电都是赠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